男方家大排档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蔡旭坤 其实一开始 江总和陈导找到我的时候 我内心是拒绝的 我觉得压力很大 怕自己没有办法承担这一份重任 但是后来一想一路走过来的经历 包括想到这些选手 看到他们 其实也有点像看到当时的自己 问了很多人 也跟身边的朋友啊 家人去聊这个事情 但最后还是因为 我觉得他们身上正在追求的东西 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回来 最终说服自己的应该是 那份初心吧 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学长吧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之前的经验 能够分享给他们 陪伴他们 能够让他们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和压力 好好地享受这个舞台 一定要足够地热爱这个舞台和需要这个舞台 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 不要丢掉自己的处心 不要存侥幸心理 认真的对待每一个舞台 不能说我觉得这里我可以偷懒一下 或者说是不是别人都休息了 我就可以休息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练的还不够 你就要继续练下去 哪怕所有人都休息了 说实在点 就是能吃的时候多吃点 能睡的时候多睡会儿 这个是最实在的 因为真的其实很辛苦 训练的过程其实是要耗费非常大的体力了 我觉得对女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分情况 因为像在节目期间的话 很多的表演是需要你在一个星期之内 或者几天之内速成速学的 这个时候你要拿出之前自己的功底 之前自己的准备 之后你会发现 待在练习室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你会争分夺秒的开始 想要去把每一个准备的舞台练得更好 我不是属于那种学东西特别快的人 我是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把它雕刻雕塑 所以我会尽力抽出所有的时间 哪怕是你在飞机上小小的偷偷练一下 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 其实有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有些甚至没有发出来 那我也算了一下自己平均发歌的速度 大概在一个月有一点五首的样子 还可以继续努力吧 就尽量的把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做到 不留下遗憾 大家对于团体 对于国内这样的组合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有这样的一帮人 他们在为了一个表演 为了一个舞台 为了一个组合 为了他们的音乐梦想 在默默地努力着 其实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许之前只是没有被人看到 他们需要在这个舞台上希望被人们看到 而且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件事情 这个是这两年最深刻的体会 没什么改变 就经常还是会串串门啊什么的 大部分朋友都在北京 得到最多的是关爱吧 一方面是你要珍惜 另一方面是你要因为这些爱 去变成更好的自己 有失去了吃饭的能力 不能好好吃 就因为你要控制 就是你瘦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你太瘦了 你胖的时候说 你怎么突然间就胖了呢 反正我现在是不会相信 别人说我太瘦了这件事情 反正就是不敢胖就对了 我自己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吧 我觉得能把自己做好 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你去看待别人怎么看待你 不如就是想清楚 你自己的出行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坚持 你喜欢的是什么 不能说在意或者不在意吧 就是选择性的 比方说我要做歌了 什么东西我都会忘掉 该卸载的先卸载了 专注 我觉得专注是很很重要的 意味着关注度和责任 因为我有很多的粉丝年纪 还是偏小嘛 所以我其实知道自己 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尽可能的去多传递一些 自己的正面的能量 把我平时在做的一些事情 都跟他们去交流 其实就是一直在坚持着热爱 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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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